1950年9月 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上映了一部低成本的浪漫喜剧 虽然在今天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已是世界文明的电影巨头 但在这部片子开拍时 演员们还是被剧组的韩苏严给震惊了 为了节省成本 在电影的准备阶段 导演艾德蒙古尔丁就对剧本进行了报酬学问般的删减 直到把整部电影有台词的角色压缩到十一个才把手 到了拍摄阶段 导演算是怎么凑合怎么来 大部分拍摄地点都在室内部说 群众演员不仅道具也是能免责免 主演后来回忆到 导演但凡手里要是有把枪 我估计我们的片酬都没整了 可是就这么一部加图四壁的电影 却在上映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除了票房进入了当年的全美百强榜外 还拿到了金球奖最佳男配角 以及奥斯卡最佳男配角 最佳剧本奖提名等等 之所以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除了导演给力演员卖力外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剧情足够吸引人 毕竟电影的主要故事 就是追踪那个困扰美国特勤局长达十年的 美国最奇异假烧饭 巴巴林先生 1937年12月1日清晨 美国特勤局纽约分局的实验室 职员丹尼琼斯如常进入办公室 开始了他今天的工作 查验假钞 在现代电影里 美国特勤局似乎是一个 专职保护总统的大内高手形象 但事实上 美国特勤局设立的初衷是为了查假币 在南北战争期间 为了破坏对方的金融系统 美国南北双方开始了报金币竞赛 到1865年 北方联邦里有三分之一的货币 都是南方印的假钞 为了保护金融市场 美庄宗林肯因此开设了一个特勤部门 专门击查假币 这也就成了特勤局的原型 在之后的日子里 由于联邦其他部门人手短缺 特勤局成了资本主义的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他们抓过贼 进过赌 城市里面打老鼠 反间谍 查谋杀 车匪路霸也要抓 几乎是个全能部门 不过 维护金融安全的职责 特勤局始终没丢 击查假币 一直是特勤局的重要工作 所以 琼斯探员所在的实验室 就是负责甘别假钞的鉴定场所 每天 从纽约各地收集来的假钞 都会送往这里归类建党 这一天 琼斯探员的面前 又出现了一个信封 里面是一张新出现的假钞 当打开信封时 琼斯愣了一下 这是宋母吗 你眼月啊 怎么会有人蠢到 印一美元的假钞啊 我们都知道 作为一个风险大 收益高的特殊工程 假钞行业 一般追求的是 效率的最大化 因此 印假钞的人 大部分印的都是最大面额的 检验假钞这么多年来 琼斯还是头一次 看见一美元的假钞 他轻蔑地笑了笑 然后拿起假钞 认真地检查了起来 几分钟后 冲死图了 他确信 这个假钞的制作者 哪怕因一美元 也绝不会亏本 这钞太假了 在当年 为了防伪 美元的钞票 是由棉花和亚麻的 混合纸浆制成的 因此 各大假钞团伙 费尽心力地 钻研材料科学 力图实现相似的效果 然而 在这个材料端页的春天里 眼前的这张一美元 似乎完全没有考虑过 纸张问题 他用的全是文具店里 随处可见的印刷纸 而且是最便宜的那种 摸起来比面筋纸 强不了多少 其次是印刷材料 当年的印刷材料 虽然没有今日发达 但美元钞票 也是使用特殊油墨 反复印刷的 然而 眼前这张美元 完全无视了 所有的防伪印刷 其画面之粗糙 让琼斯怀疑 这是直接照着相片印的 使用的油墨 也是最便宜的那种 由于工艺粗糙 这张假币的画像 非常模糊 钞票上 华盛顿的面部文录 极不清晰 制作者好像 还用手描了一下 导致华盛顿的表情 是这样的 而最过分的是 这张钞票 居然把太祖业 华盛顿的名讳 都给拼错了 这是一个美国人 能犯的错 跟这个错误比起来 什么编号模糊 字体不对 角度偏差 硬件错误等等 已经都不算是问题了 所以 看着这张 让人哭笑不得的钞票 琼斯做出了一个 合理判断 这应该是哪个孩子的恶作剧 不可能是专业的假哨团伙 一甲招是一个 门槛颇高的红海行业 同业者 要不是雷斯这种犯罪中施 要不是维亚这种手工大神 如此品控不严的作品 哪怕在劣弊界 它也属于劣弊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这肯定是哪个小孩 无聊时开的玩笑 不过 作为实验室成员 东斯无权为案件定性 他只能按照既有程序 做了报告 这是一种新型假币 面额很小 制作促操 按照编号牌序 琼斯将其归档为880号假币 此时的琼斯还不知道 在未来 这张880号假钞 将会给整个美国特勤局 留下多么深的阴影 随着工作程序的进行 琼斯的检验报告 一路被送到了 美国特勤局局长 弗兰克·威尔逊的案头 在此期间 包括威尔逊局长在内的 所有特工都认为 这不可能是专业的罪犯 没人会闲到 遭一美元的假钞 这肯定是哪个孩子的作剧 作为部门的一把手 威尔逊局长 在美国想要崇高的慰望 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职位 另一方面是因为 过去在国税纪期间 威尔逊曾经负责过 一个比较重大的案件 抓了个人 叫做阿尔卡彭 因此 在局长定性后 特勤局里 更加没人重视这张880号假钞 然而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特勤局却在纽约各地 陆续收到了40张 同样拙劣的一美元假钞 这些假钞 在全市不同地方的商店使用 频率不高 数额不大 金融破坏力几乎没有 但却非常稳定 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后 一直没当回事的特勤局坐不住了 到1938年6月 这种一美元假钞的数量 已经累积到了近600张 且还在稳定的向市场输出 如果说这是哪个孩子 恶作剧的话 那这个孩子也太熊了吧 而且 在这期间 纽约分局的特工 也曾经认真调查过 结果 愣是没找到这位 造假钞的880先生的 一点的踪迹 连线索都不留 一定要出重圈 1938年6月 美国特勤局的高级特工 詹姆斯·马洛尼下达了动员令 他将纽约分局里的精锐特工 技术专家和银行代表都叫了来 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这个一美元假币究竟是咋的事 作为得到过罗斯夫欣赏的优秀人才 马洛尼特工的业务十分纯熟 在会议上 马洛尼提了一个直进灵魂的问题 我们先讨论一下 这位880先生 他印假钞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放在别人身上 这是个物质商的问题 可是在880身上 大家却开始了认真的思考 因为以880天上半年500美元的速度 哪怕印度三体人入侵 他也发不了财 足见这小子的目的不是为了钱 不是为了钱 会不会是求名呢 大家认为也不可能 因为这种假币的工艺水平极其低劣 以己之力拉跌了整个美国黑道的行业水准 把这种假币投向市场 属于窝窝头翻个人献大样 所以制作者也绝不可能是为了炫耀和挑衅谁 那么一个人 或者是一伙人 不求名不求利 一门心思印假币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对于880先生的动机 大家纷纷陷入了疑惑 完全想不出在算盘里卖的什么药 然而在众人讨论中 有个人却提出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他会不会是冲我们来的 作为装管货币犯罪的部门 凡是美国人都知道 市面上出现的任何假币 都会由我们特勤局跟进 这种无处追寻的小个假币 肯定会占用我们的大量人手 那么会不会是假照集团 故意用这种假币来干扰我们的工作 好掩护他们印刷的清品大额假币呢 听了这个想法 马罗尼一拍大腿 对 很可能就是这样 这些一门假钞都是障眼法 他们这个计策是史康金公策 大活在后头 既然有了明确思路 马罗尼马上调整战术 他组织人手 把整个纽约的假钞档案 全都调了出来 查找跟880出现时间相近的假钞 很快 马罗尼就注意到了一起假钞案件 这种假钞制作工艺精湛 面额也都是大钞 很可能是880先生想要掩护的行动 为了搜查线索 马罗尼全力以赴 他启用了自己在黑道上的卧底 在道上放出话来 说自己要求够高品质的大额假钞 忽悠了两个月后 终于有个意大利人找了来 兄弟 买假钞吗 我有 卧底拿回了样品 马罗尼一检验 果然是自己追寻的大额假钞 赶快命令卧底准备街头 1938年10月 卧底和假钞贩子 在纽约的一家咖啡馆碰头 结果 在咖啡馆里 假钞贩子先不提交易的事 而是先询问卧底 有没有兴趣赚点外快 我们除了因假钞外 我而在私底下也接点小活 比如说一些女士直托 干掉他们的劳工 让他们可以领取保险金等等 追查假钞居然追出了杀人案 卧底在心中不住地感叹 纽约城里果然不养闲人 几天以后 马罗尼特工就组织了抓捕 在抓获了假钞团队外 他们发现 这个团伙在过去六年里 还为了骗保至少杀掉了21人 这场惊人的大案震惊了全美国 其嫌犯统统被判了死刑 连带着马罗尼和他的手下们 也各有风赏 然而 在加关进局的同时 马罗尼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发现 假钞团队落网了 可市场上那些一美元假钞 依然坚定稳定地在纽约出现 他就在那里 不增不减 马罗尼因为 自己抓获的这个犯罪团伙 可能不是880先生的主使者 他很快又锁定了另一个假钞团伙 1938年3月 这个团伙也被一网打尽 十余万假钞被收缴 然而 880先生的一美元假钞 依然稳定地出现 马罗尼转而再去找另一个倒霉袋 很快又抓捕归案 但对880先生依然没有影响 时间到1940年 马罗尼客公崩溃了 老子都快把纽约市面的假钞团伙 抓去谁懂了 怎么还找不到这个880 按说三人行 必无我事业 这么大规模的抓捕 都抓不到这个880 难道他真的是天才 在马罗尼抓狂的时候 这起案子终于惊动了高层 总局的威尔逊局长 痛视马罗尼无能 一板粗针烂造的假币 在纽约横行两年多都抓不到人 小一汉都比你工作效率高 一个假钞贩子有这么难抓 难道他是外国间谍吗 听到这句话 马罗尼放下的心终于悬着了 对呀 会不会这个880先生 并不是为了掩护假钞案件 而是为了掩护其他罪行呢 他想迷惑我们特勤局的经历 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难道他想刺杀总统 在误到这个可怕的想法后 马罗尼的心里悚然一惊 不过经过认真思考后 马罗尼觉得自己可能多虑了 总统在华盛顿 想刺杀总统 没必要在纽约捣乱 不过就算不刺杀总统 880先生也可能有其他隐谋 比如邮件欺杀恐怖袭击 有了新思路后 马罗尼扩大了关注范围 很快我们之前讲过的 风光红炸机先生 就进入了特勤局的视野 虽然梅特斯基先生 在1940年才放置了第一枚炸弹 但火大尿黄的马罗尼 还是选择了跟进 不过没过多久 梅特斯基先生 就自己给自己解除了嫌疑 二战开始后 梅特斯基宣布 因爱国而停战 但880先生的假钞 依然在市场上稳定输出 此时找不到方向的马罗尼 已经几乎封港了 他在这期间连续破获了 荷兰人假钞团伙 汽车帮邮件诈骗团伙 102级纵火抢劫团伙等 一大批案件 在追捕880的过程中 半个纽约黑道都被特勤局 赶尽杀绝 马罗尼的名声 在道上都克制 盲汉液体了 然而 直到1942年 在纽约市面的假钞 已经几乎绝技的情况下 马罗尼依然抓不到 880先生的任何蛛丝马迹 那迷一样的一美元 依然每月稳定的 向市场输出 对于这种局面 威尔逊局长是真的怒了 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老特工 组织最狂妄的挑衅 除了局长外 马罗尼的精神也濒临崩溃 功勋卓助的他 一再对同事表示 这起案子是自己人生中 最难以忍受的刺激 五年了 你知道这五年 我是怎么过的吗 不抓到这个880 我死都不甘心 在局长和马罗尼的决心之下 美国特机局 终于进行了总动员 多达上千名的特工 被组织起来 在整个纽约 进行地毯式排杀 一家一家走访受害者的店铺 希望能找出 880先生的作案规律 魏尔逊局长表示 当年老子办阿尔卡棚 就是靠的人海战术 只要人数够多 我就不信抓不到这个880 这种拉网式的排查 持续了一周后 马罗尼的指挥部 汇总了大量的信息 然后他发现 自己的这次排查 虽然称不上战果累累吧 至少也可以说是一事无成 大部分的受害者 根本都不知道 是他时候收到的假币 更不要说提供 罪犯的特征了 在办公室的墙上 马罗尼挂起了一张 巨大的纽约地图 把受害店铺 用图钉一家一家 标示出来 当然 他没发现什么 流氓星之类的特殊素性 也完全没有任何规律可寻 最终他也只得到了 一点可怜的线索 880先生 每周出货10到15张 同步重复光临 任何一家商店 他偏好小点 受害店铺分布均匀 没有密集活动区 也根本无法推算他的住所 由于实在找不到线索 麻烦你只能转换思路 他申请了一大笔经费 大量印刷警告标示牌 让手下特工们 在商店里挨家挨户发放 提醒他们注意 880先生的假钞 积极提供线索 在特勤局的不断努力中 到二弹结束时 美国特勤局 已经为880先生 累积出动了超过5000名特工 在纽约发放了 近20万张标示牌 其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 880先生的暗指 为了找到伊丽莎 他们养了撒哈拉 但收集到的线索依然是零 时间来了1947年11月 这一年 功勋卓著的威尔逊局长 终于退休了 在他灿烂的职业生涯中 威尔逊最介意的 就是那个叫880的遗憾 自己这辈子 办了无数的大案要案 唯独在这个880身上 是拆了一套啊 书中有书 在威尔逊局长退休后 马洛尼前往华盛顿 接替了威尔逊的局长大位 但是 马洛尼此时已经几乎郁郁了 十年以来 自己靠着抓880时 捎带着扫道的团队 则混成了局长 想到这里 威尔逊和马洛尼 两任局长的心里 充满了悲凉 然后这个故事 就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 就在威尔逊局长 退休的一个多月后 这案子破了 1947年12月11日 几个孩子 在纽约上西区的街头玩耍 在玩耍中 几个孩子发现在 一堆杂物里 有一块金属板 以及30张 看起来很滑稽的钞票 一周以后 其中一名男孩的父亲 发现了儿子找到了 几张假钞 赶紧交给了警察 收到贾钞的特警局 在实验室里一验 天哪 是880先生的 特警局之所以兴奋 是因为在过去十年里 880先生的贾钞 从来每次只出现一张 而几张假钞同时出现 很可能代表着 880的造假窝点 就在附近 特工们很快找到了 那个叫约翰坎宁的孩子 在老约翼的人的指引下 特工们发现 这些杂物是附近 一个发生过火灾的公寓 搬出来的 几名特工赶快在那间 公寓外埋下了眼线 1948年1月14日下午 在看到有人进了公寓后 特工们一拥而上 880先生 你被捕了 然而 当特工们 让被捕的880 转过身来时 他们惊讶地发现 这个美国特警局 追捕十年的大道 与他们的想象 完全不同 1890年6月 14岁的艾姆里希 尤特纳 翘上了 前往纽约的克伦 作为一个工人家庭的长子 出生在奥匈帝国的 尤特纳 出走美国也是迫不得已 在老家 尤特纳跟着师父 学习了机械镀金手艺 可是 此时到奥匈帝国的 就业环境 实在是麻花里面 插天线 卷麻了 为了生存 尤特纳只能来纽约碰运气 靠着镀金手艺 尤特纳很快在纽约 安顿了下来 在之后的日子里 他尝试着靠发明补贴家用 他曾精心设计出过 一款新型相机 也发明过一种 形状怪异的白叶窗 但都因为生产难度太高 被制造商拒绝 屡屡失败到26岁后 尤特纳终于向命运妥协 1902年 他娶了一个普通的女工 小两口过起了普通人的生活 陆续生下了一儿一女 1918年 妻子因大流感去世 留下尤特纳一人 拉持孩子长大 在当年的美国 靠一个普通工人的收入 想要养活两个孩子 是相当艰难的 所以 尤特纳在一家公寓里 担任维修工的同时 还兼任夜间经夫 这样他和孩子 就可以免费住在公寓的地下室了 在之后的20年 尤特纳的日子过得非常平淡 唯一的希望 就是两个孩子 能够有更好的生活 他看着两个孩子 长大成人结婚成家 而尤特纳自己 则一天天的老去 只剩一条小狗 陪伴着他生活 到1937年 61岁的尤特纳 已经掉光了头发 连牙齿都没剩下几颗 他太老了 以至于无法再完成反正的工作 因此 老头被迫退休 从此失去了免费的住所 退休后的尤特纳发现 自己此时的积蓄 确实已经足够 自己下半辈子不吃不喝了 因此 尤特纳租下一间廉价公寓 买来了一辆破旧的手推车 开始到处捡破烂 对于周围的市民 他依然保持着友善 尤特纳会把捡来的玩具 清洗干净 摆在公寓门前 任街区的孩子 驱走玩耍 也会尽量把楼道收拾干净 免得影响邻居们的生活 不过 尤特纳很快发现 这样的生活是无法持续的 因为 他所谓的退休 是完全没有退休金的 而失荒的收入 老头评估了一下自己的技能 他拥有金属加工的相关知识 年轻时曾发明过相机 算是懂摄影 那么 两项加到一起 可以干什么呢 要不用点假钞吧 1937年11月的一个早上 尤特纳给一张亿美元 拍了张照片 然后用容器 将图案 适刻到一张新板上 由于质量实在太过粗糙 老头不得不手动填补一些细节 哪怕在美国待了一辈子 他的英语还是不够熟练 因此才会把国父的名字拼错 在公寓的厨房里 老头自己拼装了一台小型印刷机 去文具店买了纸张还有墨后 尤特纳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第二天 当尤特纳取下第一张晾杆的钞票时 老头自己都被这张作品逗笑了 果然 作为普通人 自己连造假都造得这么拙劣 不过没关系 所谓一个bug是bug 多个bug能work 质量差并不代表不能用 怀着这张出版假钞 尤特纳去了街角的雪茄店 递给了店员两针一甲三张钞票 换来75美分和几只雪茄 从那天开始 880先生正式说道 跟特勤局特工们 十年来的猜测不同 尤特纳印假钱 完全是为了补贴自己的生活 压根就没有任何阴谋 由于失荒的收入比较稳定 所以他花假钱的数字 也控制在每周10到15美元左右 而在过去的十年里 尤特纳之所以没有被发现 原因很简单 首先 他从不单独拿一张假钱去花 都是夹杂在若干张之间 作为最低面值的纸币 店员根本不会仔细查看 即使被发现了也没关系 换一张真的就完了 有谁会为了一美元报警呢 本来无一物 我打有往途渡 其次 尤特纳在使用假钞后 都会在地图上标记这家店铺 出于朴素的道德感 尤特纳认为 花假钞也要考虑对方的感受 被坑一美元 对谁来说都不是大事 但自己也坚持 每家电池坑一次 因此 测证局完全找不到 尤特纳花钱的规律 怎么分析都无法锁定 而最重要的是 尤特纳没有罪犯们的最大特质 贪婪 他印假钞 只是为了弥补必要开支 从不多印 因此 由于频率低灭额小 尤特纳十年来从未翻车 直到1944年12月7日 一场意外的火灾 烧毁了他的房间 消耗员扑灭大火后 房子已经没法住人 尤特纳不得不去女儿家 寄宿一段时间 火灾后 他已经发现自己的印板丢失 可是还没来得及去找 就被特勤局堵在了屋里 就这样 困扰纽约特勤局 十年的880先生 正式落网 等待着他的 将是一场著名的审判 当特勤局的特工们 抓到尤特纳时 大家全都惊呆了 十年来 特工们无数次猜测 880先生的形象 从科学怪人 到江湖汉匪想了个遍 但没有任何人想过 880先生 是一个捡破烂的小老头 在被捕之后 这个瘦血区健康的小老头 坦率到了可爱的程度 特工们先是挖坑式地询问 您这些假钞多久了 尤特纳毫不迟疑地回答 9年或者10年吧 反正很长一段时间了 这个坦诚的答案 让特工都懵了 你就这么承认了 尤特纳笑了 我承认呢 我印的都是一美元假钞 我从来没给任何人超过一张 所以也就没人损失超过一美元 为啥不能承认 特工愣了一下 然后感觉 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 在尤特纳的指引下 他们找到了全套作案装备 与此同时 880先生漏网的消息 几乎立刻汇报给了华盛顿 马伦尼局长 听说自己苦心追捕 十年的超级假钞贩子 居然是个失荒老头后 他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的庭审正式举行 纽约法官约翰克兰西 主持了这次审判 检方控告尤特纳三项罪名 持有假车牌 制造假币和使用假币 在庭上 尤特纳微笑地承认了所有罪名 没有任何辩解 任达任罚 然而 庭审的约翰法官却是个妙人 他首先驳回了 检方持有假车牌的指控 你们的他罗织罪名的手艺 先收拾吧 老头连个汽车都没有 用假车牌有啥用 检方自觉理亏也不纠缠 而是专注于制造假钞的事 十年来制作了七千多张假钞 只要坐实 十到十五年的有期徒刑 肯定少不了 不过 法庭指派给尤特纳的律师 却开始了辩解 律师表示 虽然按照法律规定 这种处罚似乎没错 但也要具体分析 尤特纳先生确实印刷 并花出了七千多张一美元的假钞 但是受害者呢 整个纽约 今天有一个受害者愿意上庭吗 请注意 任何一个受害者的损失 都没超过一美元 这是无法入罪的 检方当然不干 你这是偷换概念 整个受害者 确实没有超过一美元损失 可是受害者的数量 可是超过七千人的 如此庞大的受害群体 不怕那个十年以上 谁还对法律抱有敬意 辩护律师表示 法律惩罚的根本目的 是为了约束违背社会准则和道德的行为 尤特纳先生违背了什么准则和道德 他印刷假币是因为贪婪吗 那为啥不印面之一百的 事实证明 尤特纳先生只有在生活无意为继时才会花假钱 他印刷假钞是因为贫穷 是为了活下去 即使是一美元面额 他也没有滥用 为什么要对这样一个老实 且无重大恶行的人施以重刑呢 这本身就违背法律精神 在空变双方的激烈交锋下 双方谁也无法说服谁 然而约翰法官似乎是倾向于放过这个老头 因此他当庭做出了裁决 首先印刷和使用假钞肯定是有罪的 但考虑到尤特纳已经73岁了 又从未有过前科 即使使用假钞也非常节制 而且除了特勤局外 他也没对谁造成过重大伤害 所以我的判决是处以八个月监禁 听到不会重判后 大伙都放松了下来 辩护律师政治表示 可不可以判个一年以上刑期 这样尤特纳就能申请假释 在里面待的时间还可以更短一些 然后约翰法官当场表示 没问题 改判尤特纳一年零一天的有期徒刑 同时经济犯罪要处以罚金 就罚你一美元 但必须要缴纳真钱 就这样在众人的哄堂大笑中 这些美国特勤局历史上 耗时最长投入最大的 巴巴林先生假别案落下了帷幕 但是 关于尤特纳的故事却并未终结 在庭审期间 庞庭席上坐着一个叫 圣克莱尔的家伙 作为纽约克的记者 圣克莱尔决定 把尤特纳写进自己的专栏 他写的犯罪年鉴 老巴巴林的故事 在当年引起了轰动 同时也给20世纪福克斯提供了灵感 最终 当福克斯那部 名为巴巴林先生的电影 大获争功后 尤特纳收获了 比他印一辈子假钞还多的真钱 当蜂拥而至的记者 询问他 还会不会重造就业时 老头笑了 再也不会了 干电行赚不到多少钱的 1955年 艾姆里希·尤特纳 在纽约长岛病逝 享年79岁 那一部巴巴林先生的电影 也许是命运对他展示的最大善意 让他平凡到极点的人生 最终能以一种奇特的方式 遁入了历史